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说贵金属 工业金属 或者能源又怎样 能源又是一个笑话 上个星期油组加俄罗斯开了会 都说明7月真的会减45万铜 增产45万铜 但是之后会不会继续增产呢 就暂时未确定 但是因为这句说话 油价就继续爆出 因为他又告诉你 下半年的供应可能真的不是很足够 说疫情真的好了 控制到了 然后严重短缺 9至12月每天会缺200万桶 令到大家纯粹向好方面去思考 也好像反映了市场 好像坏东西掩着 还很有温度去投入这个音乐的市场 你肯定很有温度 我就是没有温度的那个 我现在尝试令到你来看会不会有那些风格的 但是始终都是要去到基本面的嘛 因为商品始终不同股票 就是你的PE去到百多二百倍那些 我又真的碰到不敢碰 但是这些油价 如果相对有一个好像类似股票的PE 其实它比快手那些更加贵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去年疫情不要说了 你看到其实现在全球 就是除了美国的内陆机 或者欧洲的内陆 就是国家之内飞的那些 是频繁了很多 去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了 但是国际航班 未复 根本就未复 只剩下疫情前的两成多三成都未够 另外 今年其实升得最厉害 就不是什么标普 纳子或者欧洲 虽然是新高 但是升幅最厉害的 反而是两个板块 很奇怪 一个是汽车板块 一个是银行板块 那银行板块 你看到高盛、摩通这些 每天都升 不下跌 但是其实升得最厉害的 是德银 又不是摩通 那我又拗了头 德银应该会升得比高盛的 纯粹就是因为 丑女翻身 因为去年德银那些大落后 现在你追回 德国经济又有伏事叫做复苏 那些四大德国汽车品牌 那些股价 哇 真是升得如日无人之境 所以你会看到所有的 完全是隐隐 完全是把负面因素 掩上了 掩上一边 放在地毯底 那些主流媒体不断地说好事 经济复苏 第二针疫苗 美国超过一半人口 欧洲又有四成人口 打到第二针 但是其实不是说我想 就是永远是想 这么淡是吧 唱反调 我不是想真的唱反调 而是你经历了几次 我们这一代人 经历了几次股灾 每次股灾之前 都有些信号走出来 OK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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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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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